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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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即市公 先和大家看看本地市 内地市也是假期休市 另外美股今天也是休市 看端午节假期休市的情况下 港股在缺乏方向 现在稍微升5点 报25649点 成交186亿多 国企指数升13.510592点 今节和大家看看内房板块的情况 今天非常长黄 我们请来嘉宾和我们聊聊 有要财政圈研究部副经理王伟侯 早安 和大家看看内房板块非常长黄 不过想和大家看看 上星期目的下调中国信贷的评级 如果由房企融资方面去看 其实对于整个内房板块 会否长远来说有些重大不利影响 当然你说上星期目的下调中国信贷的评级 之后你看到香港或其他企业都被下调的评级 但对整个市况方面 暂时算不算很负面 或者很大影响性 过去的上星期会做些事 可能会下调一个评级 上次这样做 也是一年前的 去年年初 那个子幕下调的 稍后走回 所以不是一个太新的事 再加上内房融资方面来说 其实会否有很大冲击呢 暂时来说 也未必太明显 因为内房以往 其实有两大方向去拿钱回来 一来当然直接一点 是透过买一买买楼回转回钱回来 那你买一买得好的 那回转速度快的 你够钱去做其他东西 而你可能以往透过发债 因为以内地房企 虽然很多家都有上市 但以内地的监管机构来说 其实反而想要你发债券 多于二手市场集资 所以你看到很少 两个房戶系公股配股等 反而很多时候都是发债 如果发债方面来说 当然会牵涉到刚才提到的信用评级的因素 但是暂时来说 目的下调回到我们的评级评级之后 其实没错 对个别企业的信用评级 都有个下调 但是暂时还未牵涉到内房方面 所以如果你以这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美主有太大的一个冲击 好的 明白 我们看完目的下调 这个中国信用评级之后 都看到内房板块非常之厉害 至少今天中国恒大3333 继续破顶 做14.24 升超过1.5 至于碧桂圆 都升近9% 做9.33 高位见过9.4 3383 瓦居落 同样都见过52周高位 报7.3.5 现在做7.31 升幅近4% 可以留意 内房板块升得这么好 主要有内地券商唱好 看到他们都有水涨船高的情况 会否引发股东减持 或者公司赔股的机会增加 看看33333恒大 早前5月19日 主要股东减持了本身的股份 其实这个情况之下 会否引发其他内房板块 或者股东去减持他们 我觉得未必算太大机会 以这一阵内房来说 虽然普遍做得不错 但升得夸张的利率 都有几个例子 例如恒大、碧桑圆 比较明显 例如常常说的 六八八这些 相对升幅会比较温和 慢慢地上升 所以又不是升得太瘋 会令到一群企业股东 有些减持配股举动 我觉得未必是 甚至乎以恒大上次减磅的价位来看 其实动机暂时不见到 有什么特别大的原因 但反过来看 它减持有价格的一日几 以14日几 它来说也赚少了 所以它的减持 是否等于有什么负面因素 我觉得未必是 但当然你问到我来说 自己内房的看法 其实一向都不差 因为特别你见到 虽然调控正式还是有 但见到今年初至今 整体卖楼也是挺不错的 再加上以后 再加大调控力度 的机会性不算太大 所以我觉得以后内房看法 比较理想一些 但当然有恒大来计 看法上是最负面的一款 市场一方面就升得比较多 即是不计其他东西 你只计价格来说 你再追下去 究竟再没有什么空间 我觉得就不太明显 再加上以后内房 其实不断说 虽然机部面或销售面 不是太差 但如何考虑负债 各人的因素 但以后恒大 大家都知道 以后负债水平来说 在行内参加最高 数得到的也已经是最高 近来有些永续债 不是经常数出来的 这些债务因素 所以加上来说 其实恒大这些位置 风险性比较高 所以说清楚 现阶段再考虑这一款 我觉得不太静博 我反而如果真的要买 我觉得你留意其他内房 例如先提到的六博白 相对比较大赤得来 负债也是行内最低 比较稳妥一点 基本上股价上比较落后 似乎这些因素 如果在这一阵行上车 会比较好一点 明白了 暂时看 恒大虽然升幅非常强劲 升超过一剩半 但Rafi的看法 比较负面一点 反而可能会看好 比较健碩的内房 六八八 中海外现在做二十三个五毫半 暂时升幅超过百分之一 刚才Rafi有提到 未必说会加大得那么多 看回劝商为何唱好内房股 都是说 未来三个月内房销售会继续回暖 都是很多的 就是买入机会提供了 如果你这样看 除了六八八 整个内房板块 现在的升幅 还是否有很多水位 我觉得整个板块的看法 会继续不错 因为我同意一点 就是销售情况 都有机会去到第三季 都是按年一个不错的表现 特别如果以房地产调控因素 去年十月份出来 如果十月份回来之后 开始见到个别的一些楼价又会落 某些小售面有些影响 但以头三季来说去年 其实没有任何影响性 所以预期回来 这个按年上台看 还有一定的一个不错的地方 再加上以内房来计 当然我觉得除了六八八之外 例如它落后 我觉得以后一份这样选 只要它继续在五十天线楼上走 即是二三分边楼上走 有机会试一试 例如二十四个八至二十五元的水平 我觉得这一款比较乐观一点 而当然另一款 其实之前也有在一股 节目推介过的960农户 其实今天也是在破顶 其实它的升幅也挺多 但为什么还是看好它呢 因为始终本身它 一样负责数据比较低一点 二来它除了房地产 即是卖楼之外 近年都挺主力去做一些 可能是叫商住的一些 商业的一些项目 这个就不是太受近期的 房产条红的一个因素影响 我觉得这些因素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以板块来说 我会比较倾向是这两个 会是自己心想一点 好 明白了 刚刚提及过的960农户地产 现在都升近3% 还在15.40 52周高位建国15.8号 可以留意一下 我们也时间差不多了 麻烦你Rafi刚刚长续分析了 内房板块的情况 说的内房股是没有哪个持有的 是没有的 好 明白了 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有问答环 自家庭观众可以打定电话来204-6566 我们稍后再聊 大家好 继续收看我们的直播环节 我们时间来到问答环节 嘉宾请来Rafi在旁边 Rafi 你好 你好 先看看大市的情况 现在市场升幅扩大了少少 上升24点报25663点 成交到210亿多 我们可以先听听家庭观众的电话 第一位接通了林先生 林先生 你好 早晨 两位 早晨 想问什么股份 两个案房 我不知道为什么 请大师和小姐来 第一个是2007 准备有货 这位可以进去上网多少 另外一只呢 第三个是3383 应该怎么取得 麻烦你 嗯 好 明白 刚才也有提及过 这个内房版块 升得比较急 有碧桂圆 和3383的瓦居落 两只都是看到 52周高位上来的了 如果真的要选择内房的话 内房股的话 可不可以选择这两只呢 当然你问到我 最好就未必是这两只 但如果你真的问这两只 去选择的话 我反而觉得 就这只碧桂圆 可能较亚居落好一点 虽然今天这只碧桂圆 再破顶升得比较多 但为什么都选择这一只 不选择亚居落呢 因为亚居落去到这些位置 就怕破不了之前的顶 其实之前两次都试过 大概7.4的位置左右 如果再破不了 今次形成第三个顶 股价也有机会再继续回一回落 所以未知破不破的时候 始终有个变数 我觉得就不太直播 但反而你说这只2007碧桂圆 相对走势来说 虽然就升了很多 但起码不断破顶之下 都还有一定的直播空间 但当然你在这些位置 想上车的时候 我会觉得你先研手指摄位 但暂时买压位 大概9元左右 我都可以考虑试一试 但下面的关键就是前平头位 8元边的一个水平 我觉得只要这位置不跌穿 问题不大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尝试 拿这1元去铺上去 看看上面来计算 可否再上冲之后 中线少许来说 以10.5元做目标价 好啊 要选择的话 就是壁柜圆 现在做9.31元 升幅超过8% 另外 其实刚才Rafi那一节 都有跟大家说过内房版块 当中都比较看好 另外一些内房股份 960的农户地产 总是15.42元 升幅近3% 以及688 中海外 升超过1% 总是23.6元 6886的华泰证券 他就没有持货 现在就做15.1号8 靠运升1.2 一些内地券商股 其实现在是否都可以 后卫去买入呢 经常都听到分析员说 可能下半年内地的股市 都会做好些 当然内地券商来说 其实之前约都很久 约了这么久 我觉得这下大家想问 可否后呢 其实都很合理 但同意一点 下半年 其实A股的看法 暂时不算太差 我也有机会经历过 这些比较偏弱的小股之后 慢慢的机会做好些 甚至如 现在6月中 真的进入MSCI 我觉得也有机会 借小股去炒一炒 这些看法上是偏不错一些 但以6886 或者是浪地券商股 算不算一个很大的 接触空间 现在去买入呢 当然从它的小股 才提到还是偏弱一些 所以如果要买 我觉得不算不行 但可以等低一些 甚至乎以走上去看 近几天有些 即是前日 有些上升 有些突破 上了50天线上 亦初步突破了下降的通道 我觉得可以以50天线 做买入位 暂时来说 在大约15元左右 如果未来到这些位 可以尝试买入位 可以尝试买入位 上面来说 先看大约15元2 而下面 以10只4 做指示位 明白 接着可以听听李小姐的电话 李小姐你好 李小姐你好 早晨 李小姐 我请问 那只新股60300 抽不抽得过 明白 60300 跟大家看看 这一只是信越控股 暂时看见 今天25日开始招股 每手的入场费4242元 这只股份主要是在本港做一些平台外场 以及幕场工程的一些分包商 可否有些直播在这里抽这一只股份 我觉得可以尽量叫小主地抽一抽 我试一试 为什么这么说 当然这只股份是比较小的一些 业务来说 做一些香港方面的一些平台外场 以及幕场工程 类似一些工程分包的业务 一来就小的 二来做一些工程相关业务 以之前很多上市的半身股 有这些业务 有这些规模 相对炒作空间都有 所以这么说 我觉得有条件 可能叫小炒一炒 甚至乎以集资额来说 一亿左右 其实真的比较小 所以不排除 就纯粹是炒作上体会有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少许地去试一试 但是留意一点 我觉得不如駕駛太久 因为不排除上市之后 首一两天会有个不错的表现 但如果到时真的这样走 我会建议考虑拿下车 不要太多 但是如果你不駕駛太久 我觉得都可以去叫小炒地试一试 始终我觉得撇除基本面 以规模的所有东西来说 有机会是垂石炒一炒 OK嘛 李小姐帮到你吗 我想问多一个问题 可以吗 OK啊 你问呢 我想问Wolfy人的行资 是否上26,122才能做淡 因为之前我看你那个有线电视 你说25,800可以做淡 但是现在需要不需要更改 即是有没有那个决策 或者部署上有没有调高了做淡的价位 当然市场的势仍然是不错的 你见到今天虽然期杰 但是又慢慢升上来 升到20点左右 但是当然升幅没有之前那么明显 但是你说现时的看法上怎么看呢 刚才提到市场底下 我觉得当然是不错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去铺铺铺铺 我仍然觉得25,800附近 其实可以少着敌试一试 但当然那一刻试不等于升势结束 我觉得只不过短期到目标之后 有机会调整一下弄一下 然后可能会再上市 所以25,800如果真的做的话 我觉得你到着指示位置放到26,000的水平 但是下面来说 原来解采一泊 看看是否加上2021天线附近 Jason 位置近25,200 变相 économ上是600点 但是下面来说是200点ина 变相如果议区间 好igne reign in 1 3 Okすで环境 我觉得虽不值得去小心醒一试 变举你真技巧 ste ammunition 我觉得仍然和他是25,800附近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试试试 好 knight领帽 也维持25,800这个位置 另外我们听听到威小姐的电话 威小姐 你好 早安 你們好 請問什麼股份 我530放了無副 我想要再入什麼位置 入好 好 明白了 看回530的高銀金融 看到它正在做三個二號半 暫時偏遠跌兩仙下來了 剛才聽到劉小姐提及到 已經是放了 如果現在想後悔去買入 要不要先猶低一點 如果放了就不要考慮 我記得之前也有問過 怎樣看 但其實不斷說 對這隻看法比較一般 始終不斷在市場上 可能對它的業務 或者是帳目 有不同程度質疑的地方 算不算是一個很好的股份去買入 或者算不算是安全 我覺得真的一般 甚至乎上個星期來說 這幾天回來 都沒有特別消息之下 就抽了兩棍 但之後又是插一棍下來 變相近幾天 突然間是比較波動一些 所以就不是太有大的勢可以足 所以以現時來說 與其沒有貨 我覺得就真的觀望一下算了 我就不太建議這些位置再去買 因為我覺得這隻股份 風險上比較偏高一些 甚至乎以現在市場也偏不錯的 其實很多所謂好股大股都可以考慮一下 我覺得沒有必要 這麼快去追逐這些 炒命龍的股份 所以我覺得這隻股份來說 我暫時覺得就觀望一下才會好些 五三零高雲金融 就先觀望一下 比較好一些 劉小姐 是否還有其他股份想問 六八八日有貨 7元 7元有貨 我就想買 放了它 還是再等高一點 嗯 好明白了 如果7元就買入 現在正在做7.2毫 一升四仙 都有一些利潤在手 是否都可以繼續保持 跟其一些犬傷板塊 勢頭好像都急急向上當足 六八八一又是否這個情況 是呀 我都可以再短線拿著 因為其實就 雖然剛才提到一點 就常用內地犬傷股 暫時就未算太過樂觀 但我覺得在投資空間不多 變相有機會是做反彈 與其你本身有貨的時候 就要7元邊 更加保持著它 因為特別回走上去看 它近期也叫它突破一個 由今年二份回來延伸下降軌 近學分這幾天都突破完之後 站在50天線樓上 所以我相信 只要接下來 50天線是不跌穿的話 有條件再向上試一試 所以你可以暫時指站位 放在50天線大概7.5元附近 跌穿的才考慮食股 如果不穿的話 反而上面來計 要大約7.4元至7.5元 這些位置 做目標價 好 明白了 就是7.4元至7.5元這個位置 接下來做目標價 接著可以和大家 繼續跟進電郵方面 可以再跟進電話方面的情況 電話接通還有李小姐 李小姐你好 不好意思 剛才我不知道原來8183人人有份 中間下限定價 5號指定價 它原本是4號至6號4 我想問抽到行李 如果收拾幾百元 馬上要離開呢 好 這就是新股 8183上折集團控股 在香港做一些香港服裝提供 供應鏈的管理服務等等 之前就看到它的股價 就是4號至6號4之間 集資大約三千七百一十萬元 這隻股份如果真的抽中了之後 會不會說風險比較大一些呢 當然基本面風險不排除是不少的 我覺得如果以分這樣看 就一般般的 但是如果你以分純粹新股那裡來講 特別是我覺得你未來星期三上市那天 都不排除有機會是隻石炒一炒的 但是留意花點 為什麼可以炒一炒呢 一來就是它真的很小隻 創業版股份 兼設中間價定價 集資大約三千多萬元 其實以這些因素上看 有些炒相異味存在 但是留意花點 你剛才也提到就是人人有份 即是一百分之中簽率 不排除 假設它第一次升得好 可能部分投資者都會考慮離貨、訂貨、離場 都不出奇 所以到時可能都會有少許脊子 不妨礙一些菇 會有機會出現 所以預期股價 可能星期三個月回來會有多波動一些 我會建議你 假設開出來那一刻 已經有個不錯的利潤 可能兩、三成或幾成的樓上 我覺得都可以考慮去吃一吃股 我覺得就沒有必要 這些股是坐太久 因為其實說真的 我覺得你抽得 都是貪過短線的上落 假設短期來說有這麼不錯的利潤 可以考慮吃股離場先 好 可能你抽到 第一天可以考慮吃股離場 多謝各位家庭觀眾的電話來電 希望能幫助你們 而Wafi 剛才提合股份是哪一支支有的 也沒有 我們時間都差不多了 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有其他直播環節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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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